前不久,俄罗斯空天军一架12-20电子侦察机在西利亚被击漏事件 后经俄罗斯调查表示罪魁祸首乃以色列所为 并且宣称要对其实施报复性行动 然而就在近日,美国在这种紧张情况下却突然出手 意外暴露出俄罗斯空天军一重大短板 据报道指出,美国空军四架F12于近日在KC-10空中加油机支持下 直接飞越了以色列 虽然此次F22仅仅是完成飞越而没有选择在以色列停留 不过美军此次行动足以是给以色列打了一针强心针 同时也可看出,在紧急情况下 美国空军有派遣一个F22作战编队前往以色列执行任务的能力 F22作为世界上最强的战机之一 其超音速巡航能力、衍生能力及对空对地打击能力方面可谓是做到极致 同时再配合以色列空军以装备的F35可以形成强大联合作战能力 对于如今周围都是第五代隐身战斗机 俄罗斯空电部队在中东地区驻扎的却仅有苏35S、苏30SM这种四代半、三代半的战斗机 由此看来,俄罗斯压力是巨大的 其实美国隐身战斗机给俄罗斯造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一次两次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,美国空军就经常以演习、访问等名义 派取F22到欧洲及俄罗斯周边活动 但相大的问题是,在隐身战斗机领域,俄罗斯已无法与美国抗衡 因为在457研制进度方面,至今也未曾有所突破 457作为俄罗斯单座双发多功能重型隐身战斗机 其动力系统是两台搭载特力技术的AL-41F1-11GS喷气发动机 并且还具备着超高音速巡航能力 据俄罗斯表示,457在隐身性、机动性和空战能力方面都表现得十分强悍 虽然从457性能参数上看非常强悍 但值得注意的是,俄罗斯空天军经过多次试飞 如今却仅签署了购买12架合同 据悉,这12架457要2025年之时才能装备空天军 因此同时不免让外界认为其有正多缺陷 但随时美国空军已达到180架F22和200多架的F35 而且这个数量还在持续增长 然而俄罗斯周边国家也从美国采购F35 对于俄罗斯空防而言将面临着巨大挑战 因此如今隐身战斗机数量不足已成为俄罗斯空天军发展重大短板 但反观中国G20隐身战斗机已取得重大突破 并且已开始批量装备空军 所以在面对这种困境之下 也有不少外媒分析到俄罗斯应该求助中国分享五打击的技术 刚刚这消息一出 美媒炸开了锅 直呼中国不按套路出牌 这是改写全球规则的大事 西方近丝毫没有察觉 详情请关注一号售所微信公众号 回复A了解真相 我们在公众号上 Doesn't do